規模6.7地震发生前后 抢修进度不受阻 白天雨势变大 清运工作依然没停过 钢轨庄全树试做完毕 上边坡总共打了232根 而摊坊土石一万立方公尺 除了预留回天的量 11号目标只剩2000立方公尺 预估最快13号可抢通 经过昨天地震 结果地震完以后 我们再做检视 我们所做的上边坡无意状 现在是做施工变道拆除 所以对端也可以开始启动清运 停排队等候开往活动的接驳车 转车南下列车 火车抵达瑞芳火车站 旅客涌现 等候一旁的重型巴士立刻启动 一台又一台15分钟距离 希望加速缩短不便 但对来往双溪台北的黄奶奶 牺牲这条路一破三折 是否能顺利在星期天恢复通车 除了养贷辛苦的工作人员 还得指望这场雨稍稍停歇 大家新闻消息节 许英豪台北五道